这个穿越者为了获得神兽血脉 竟然独闯天荡山脉 可刚刚进入山脉 他就看到了常威在报道来福 你们三个别管我 快逃 只是在天荡山脉外面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化灵境界的妖兽 你们几个分头逃走 我来拖住他 哇塞 好大一条狗啊 山谷中 四人夜狼全都愣住了 好大一条狗 到底是水疯了 称这只化灵境界的妖兽为一条狗 可恶 这家伙生气了 你们抓紧逃 这家伙怎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么高会被摔成肉泥的 果然比蹦极还要刺激啊 什么 这么高摔下来竟然没死 这人的身体是铜胶铁柱的吗 近距离看起来确实比刚才还要大 大哥麻烦问一句 这条狗是神兽吗 此乃黑风狼妖 是妖兽 不是神兽 我就说嘛 硬气怎么可能这么好 原来只是个妖兽而已 你可以滚了 这一下 死人一狼再次猛了 就算不是神兽 但那也是化灵境的狼妖 放到外面去 足以震慑一方 眼前这小子 竟然真的把他当成一条狗在使唤 可恶的人类小子 我要撕碎了你 卧槽 你会说话 你们听到了吗 这条狗会说话 化灵境的妖兽 一开灵智 会说话不是很正常的 不对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来拖住这家伙 你们几个快跑 小兄弟 你也逃吧 小兄弟小心 这怎么可能 化灵境的妖兽的全力一击 独一开杯烈石 可这小子被正面击中之后 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小子还是人呢 嗯 他妈敢打我 此时的狼妖被窦缺的眼神所剩 此刻的窦缺在他眼中 仿佛一个身高百丈的盖世凶魔一般 坏套 这 一个眼神下退化灵境妖兽 他到底是什么人 打完我就想跑了 龙行拳第一式 看山 前辈饶命啊 小妖有眼不识泰山 我说 我是没睡醒吗 化灵境狼妖 竟然在给人类磕头道歉 你这条狗反应倒是很快 幸好刚才的一拳 我只用了一成的力气 前辈 是我错了 我想应道歉 请前辈放过一条生路吧 我问你 你是天荡山的本地妖吗 本地妖 我出生就在天荡山外 那我问你 这天荡山内可有神兽 神兽 大人您找神兽是要 再这么多废话就去死了 等 等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 带我过去见他一面 我就放你离开 这个人 难道他是神仙吗 这就是你说的神兽后裔所在地 只和人擅闯 我大飙哥的领地 前辈 前辈 您小点声 不要激怒我们的妖王 他可是通玄境界的妖兽 一旦发起批起来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曾经有一位通玄境的妖兽 盗取他的宝物被妖王发现 被他老人家活生生给劈死了 同为通玄境界 他能劈死别人 那当然 前辈不知道 神兽血脉这种东西 根本强得不讲道理 同境界而论 神兽能打五个妖兽 这还使妖王血统不纯 纯血五色神猪 实力更强 只和人擅闯 我大飙哥的领地 妖王大人 是我 有一位人类前辈 想来拜会大人 人类 进来吧 还好 妖王大人心情似乎不错 前辈随我过去吧 前辈 这就是我们妖王 切记 注意措辞 不该说的话 一个字都不要说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嗯 练体径的人类 你找我有事相求 没错 找你确实有事情 我想给你放点血 一瞬间 四招安静的要死 就连先前在唱歌的血妖 都把嘴给闭上 那可是妖王啊 是神兽啊 是天荡山外的绝对王者 一个人类进来 当着他的面 说要给他放血 前辈 你疯了吗 给妖王放血 你当是买豆腐吗 你要给我放血 没错 就放这么一瓶就够 你还真带瓶子来了 给我放血 还带瓶子来了 好啊 人类小子 你若有本事 自己来取就是了 那好吧 大人今天心情那么好吗 居然会主动散去钢器 让那个人类取血 是主动散去的吗 我这么看 像是哪个人类 用肩破开钢器啊 你疯了吗 大人的身体强度有多大 你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不是他主动的话 怎么可能有人能伤到他 该死的人类 你找死 别动 还没结满呢 天道长法 好了 这下结满了 多谢你的神险 等一下 怎么了 阁下到底是谁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直接说吧 不要再细耍我了 就算死 我也要死个明白 嗯 在下逗却 我都说了 我只见你一点神血而已 至于其他的 我不感兴趣 戒 有你这么戒的吗 先破我耿气 后断我骨头 我都告诉你别动了 你还非要乱动 怪我了 算了 强取你神血 也算我领亏 这样吧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你若有事的话 可以去边北城罗家找我 我替你出手一次 你说话可算数 自然是算数 好 那我现在就让你 替我出手一次 蛤